31岁歌手韩子亮今日五日经报复过量药物送院 据子亮有人向星岛头条透露 韩子亮疑似为情字 最近情绪不太好 被问及目前情况 韩子亮有人情况暂时已稳定 韩子亮过往因曾犯官非 以及次改名成为网民讨论对象 面对网民嘲讽是更 歌手韩子亮一直乐观面对 专心做音乐 韩子亮2013因与一名男同志刚交后 勒索对方25万元 而被判所罪成入狱26个月 韩子亮应入狱与模特女友 首更曾受访坚称自己爱女性 但亦曾表示读书跟男同学交往过 韩子亮21岁时与男同志刚交后 称拍下两人刚交的片段 在与女友人向对方乐 韩子亮曾受访重谈事件 直言感到后悔 更分享 锁别人背后主因 葛石爸爸过身 政府要收翻间 屋 我吉等钱搬屋 众有我葛石有三间时装店都 前周转 所以我先勒索葛个人 更自阶层用恶言 男同志勒索 我留言如果你无过数 我就报警同 人打你 韩子亮在赤柱监狱期间 在狱中受尽期 不但被叫明星子 饭送又被吐口水 亦试过被狱 非礼等 直言好难挨 出狱后 韩子亮在战乐坛 用 故江湖人士爸爸的遗产投资做音乐 不过却因 身太多负面新闻而下怕拍档 即后韩子亮又惊 时装店欠债八万元 一度无力偿还想寻死 后来鸡 面对 再出歌扬言会喜心革面 韩子亮曾多次改 成为网民热化 直言难以记住他的名字 韩子亮 使用名字包括 梁家进 梁迪斯 梁博庭 韩子亮 韩亮 韩亚光 而韩子亮每次改名原因都不同 他出 十名字为梁家进 直至2011年韩子亮因父亲患病而 名为梁迪斯冲喜 而入行后 韩子亮的一名都经更改 2013年韩子亮以一名梁博庭出道 英文名是Jero 但来韩子亮因刚交了索案行满后再出道 决定改 名为韩子亮重新出发 而英文名是TL 韩子亮2018年至2022 将韩子亮的子改为子 2021年因转公司又再度改意 为韩亚光 英文名Fire 但此一名只用了一年 又改回10的一名韩子亮 星岛头条App 今已推出最新版本 立即更新 浏览更精彩内容 香港 有 都